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无参的吗 是不是空的构造法数呀 你看我如果不设缺省值的话 我如果在这一个投完价当中不设缺省值的话 不设缺省值的话 是不是在这定义LUC的时候他就会报错呀 是不是他说调用没有匹配没有这样的不带参的这样的构造函数呀 是不是同学们要么你自己定义一个什么呀 要么你自己定义一个不带参的构造函数 是不是同学们 是吧 要么你不定义这一个的话 那你他就得变成缺省的 带缺省参数的吧 好了解一下哈 好 现在大家看我一个是带缺省参数的 哎 我这一个是不是带缺省参数呀 哎 100 然后这一个咱们定等于什么呀 GIRL 你看我一个是带缺省参数的 一个是不是不带参的呀 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了 那我大家想我定义Lucy的时候 大家看这个对象的时候 是我没穿餐没有给他处处花呀 那你说他掉哪一个 掉哪一个 你说到底是掉这个无参的 还是在掉这个缺省的呀 这个时候他就产生矛盾了 你还记得咱们讲那个虫仔的时候讲过吗 缺当缺省碰到虫仔的时候 就有可能会产生二一性呀 你不传餐到底是掉他也可以 掉他也能掉 是不是掉他也能掉呀 那他就不知道掉谁了 明白没有啊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你需要注意 是不是同学们 是不是你看对虫仔的STO 调用有奇异啊 是不是同学们 有奇异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咱们很少这么去做哈 一般都是怎么做呀 哎 就是说我有带餐的 那我也写个不带餐的嘛 是不是同学们 你不带餐的 那你 那那那这样的话 就是你在那个 这里边 你你定义对象的时候 你没有去给他付出值 是不是 是不是他也不报错 那就掉用无参的构造函数嘛 是不是同学们 好 一定要注意哈 就是说如果说你你你你你你既有什么呀 既有无参的 又有有参的 而且有参的 你又给他缺省了 那有可能会造成那种 掉用冲突的问题 是不是啊 就是说当虫仔碰到什么呀 当虫仔碰到这一个缺省的时候 是不是啊 掉用函数有可能会产生二义性啊 好了解一下哈 好 所以说你看我涛哥老老实实的怎么样 一个是不带餐的 一个是带餐的 是不是啊 那我定义对象的时候 没没穿餐的时候 是不是他就掉用的是不带餐的构造函数呀 然后那我我如果想掉一个带餐的呢 我就是我定义对象的时候 想给他付出值怎么付呀 哎这样付 你看哈 大写的STO 然后呢定一个BOB 是不是啊 同学们啊 然后BOB后边有个块号 然后是不是给 给那个构造函数传餐呀 哎 然后200 然后双引号传什么进去啊 BOB进去 然后咱们再来一个BOB点什么呀 DISPLAY BOB点Display 看到了没有啊 好 然后咱们看一下 这一个应该叫无参的构造函数吧 咱们自己定义的那个无参的构造函数吧 这一个应该叫什么呀 是不是自动调用有参的构造函数呀 好 大家抬头看 走你 你看无参的构造函数 因为他无参嘛 所以说他没有给那么复制 有没有给内蒙复制 那么和内蒙的值是不是随机的呀 那第二个定义BOB的时候 大家抬头看 是不是定义BOB的时候 是不是传了这个东西呀 那定义BOB的时候 他就自动调用谁呀 自动调用这个有参的构造函数 然后是不是在这里边 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答应这句话输出NSTR 然后给Number 给这个内蒙复制呀 最后DISPLAY的时候 是不是也显示出来了 是不是同学们 那你看在程序当中 我其实在这个麦函数当中 我其实并没有给谁复制呀 我其实并没有显示的去调用那一个 没有显示的去调用这个函数吧 第八行这一个 有没有显示的调用啊 没有啊 我没有调那个DAS的STU那个函数呀 是不是我定义BOB的时候 它是自动调用的呀 是不是同学们 哎 好了解哈 这个是这个问题 然后我还说了 你看他 我这一个刻件上的一个 你看哈同学们 我刻件上的一个定义Lucy的时候 我传的是101Lucy 我是不是强制转换字符指针了呀 为什么呀 因为它这一个构造函数的这一个参数呀 是不是插星类型的 你可以在这个构造函数里面 改变插星类型指针指向的内存的内容吧 他不安全是不是啊 然后呢 所以说我没办法 我强制转换成插星类型了 其实这么做 其实并不合理 是不是啊 怎么做才能合理啊 是不是将这一个 就传Lucy字符串进去 而这一个构造函数这个地方 是不是应该加一个什么呀 抗死的修饰呀 是不是这样的话 他就不会什么呀 这个问题咱们说过 是不是这样的话 他就不会报错了呀 是不是不会报警告了呀 哎 这个之前咱们说过哈 了解一点 课件上那种处理方法不好 是不是啊 咱们的处理方法好 为什么呀 你看咱们的那一个 第二个参数 前面加抗色的修饰了吗 就是我在这一个 函数内部 只是用STR指向的内存的内容 并不会修改STR指向的内存的内容 对不对啊 好 那这一个搞定了之后呢 就是说构造函数是可以重载的 从过咱们刚才的这个例子 能够看出 是不是啊 你看这个是咱们定义了一个 声明了一个无参的构造函数 这个是有参的构造函数 注意 无参构造函数 将来咱们定义对象的时候 就是意思什么都可以不给这个对象付出值嘛 直接类类类类名加上那个对象名就行了 然后代参的构造函数呢 咱们想用代参构造函数的时候 类名加对象名 注意给对象付出值的时候 是不是 是不是小括号传进去啊 那将来他会将200传给 构造函数的第一个参数 将Bob那个字符串 手地址是不是传给构造函数的第二个参数呀 是不是同学们 哎 好了哈 这是这个构造函数这一块 好 那讲了构造函数之后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哈 就是调用构造函数 什么时候调用构造函数呀 嘿 大家偷偷看 是不是定义一个对象的时候调用构造函数啊 是不是同学们 这是不在定义对象的时候调用构造函数 是不是都调用了呀 然后还有什么时候调用构造函数呀 哎 动态分配对象空间的时候 他也会调用构造函数 那咱们看一下好不好 咱们改一下这一个什么呀 改一下这个代码 我先将这一块平调他哈 然后咱们可以这样同学们 STO新花P是不是定一个对象指责呀 然后申请一个对象怎么申请呢 P等于什么呢 6 6什么呢 什么大写的STO啊 哎我申请一个对象的时候 是不是我可以我可以给他付出值 10是不是同学们 10然后再来一个什么呀 李雷吧 是不是同学们 这样我动态申请一个对象的时候 他说他也会调用什么呀 拷贝构造 不是拷贝是构造 构造函数是不是啊 那这种的话是不是调用什么呀 什么代仓的构造函数啊 好试一下啊 他到底调不调 走 哎还真调 哎是不是啊 是不是调用了代仓的构造函数啊 是不是同学们啊 那我要显示 到底处处化成功了没有啊 同学们啊 那是不是P 怎么说指向的对象的 什么来叫 DISPLY 是不是同学们啊 P指向的那个对 申请的那个对象的Display 你看让他Display一下 是不是也出来了呀 说明你New的那个对象 是不是也通过构造函数 是不是出出话了呀 是不是同学们 哎 你看这句话是不是也打出来了 代仓的构造函数啊 是不是同学们 哎 所以说呢 这是这一个啥 就是说我动态申请内存的时候 他也会调用那个构造函数 付出值是吧 而定无名对象的时候 什么叫做无名对象呀 哎 是不是就是你定义定义的那个对象 没有名字呀 是不是同学们啊 哎 然后然后他也可以调什么呀 调这一个 调这个构造函数 你看同学们 咱们去咱们去试一下好不好 好 大家抬头看 那定一个对象没有名字 我塞 没有名字呢 STO 那没有名字 没有对象名啊 那直接是不是就括号了呀 是不是103 然后是再来一个什么呀 套姆吧 好不好 看他调不调 啊 哦 分号没加是吧 好 你看他调不调 是不是也调呀 是不是同学们 他说哎呀 你这个对象没有名字 要他有何用啊 是不是啊 要他有何用啊 你可以用一个没有名字的对象 是不是给一个另外一个对象 是不是复制的呀 是不是同学们 可不可以 是不是可以啊 哎 然后呢 哎 这个是咱们六一个对象的时候 六一个对象的时候 你看同学们哈 在这儿 我再屏蔽这句话 在六一个无名对象的时候 咱们以前六的那一个同学们 是不是找一个指针去指向呀 啊 我六一个 六一个 六的时候是不是这个确定了什么呀 就是 确定了他已经调过了 是不是啊 你给不给屁股指 是不是他都他都会掉呀 是吧 是吧 同学们 是吧 哎呦 这个双眼还不对呢 哎 看一下哈 是不是啊 哎 可以的哈 所以说这是这 这是什么呀 就是三种情况 一个是你定义对象 一个是动态申请对象 是不是啊 再一个是定义无名对象的时候 是不是他也会去调用这一个构造核数 去给那个对象付出值呀 那 注意构造核数也可以带缺省 是不是啊 注意尽量不要带缺省 因为海 如果说你这个构造核数被你什么呀 重宰了 是不是啊 海容易出现那种什么呀 是不是二义性啊 哎 然后呢 一旦咱们写了构造核数 是不是系统的 他就不提供了呀 构造核数也可以被重宰 以适应不同的场合 是不是啊 哎 你也可以 就是就是写多个构造核数嘛 带参的不带参的 带几个参的 是不是啊 哎 一个类既 既有重宰又有缺省的时候 有可能产生二义性 这个刚才是不给咱讲了呀 是不是同学们啊 好构造核数其实也就这么多知识哈 总结一下好不好 总结一下这个构造核数哈 哎 构造核数 是不是啊 首先构造核数是用来干嘛的呀 是用来 是用来 初始化 是不是定义一个 一个对象的时候 是不是给对象 初始化的呀 是不是啊 同学们啊 是不是构造核数的这一个 是不是用处呀 是不是同学们啊 用处 然后第二呢 第二呢 就是说用处是这样的 然后第二 大家注意 如果什么呀 程序员 啊 不写什么呀 不写这个构造 构造核数的话 是不是系统自动提供一个什么呀 系统会什么呀 提供一个是不是空的什么呀 构造核数 是不是啊 哎就是构造核数体为空嘛 对不对啊 稍等啊 哎 然后系统会提供一个构造核数 第三那构造核数 呃 什么时候被调用啊 构造核数 注意 是什么呀 系统自动调用的 是不是自动调用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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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啊 不 不能什么呀 不能显示调用 显示调用 显示调用 是不是啊 同学们啊 不能显示调用 是自动调用的呀 是不是啊 什么时候调用啊 那什么时候调用什么呀 构造核数呀 什么时候调用构造核数啊 是不是在定义一个什么呀 对象的时候 是不是 他会 他会 他会去哪一个什么呀 是不是 他会去哪一个 调用这一个构造核数呀 比如说大写的 stu lucid 然后呢 传一个什么呀 诶 然后传一个什么呀 lucid 举个例子 是不是同学们啊 哎 然后 第二 第二种情况 是什么呢 叫 咱们是不是动态申请一个对象的时候 是不是 在动态申请 呃 动态 申请一个对象的时候 是不是调用什么呀 构造核数呀 是不是自动调用构造核数呀 是不是 举个例子 是不是 叫 stu stu 新花p p 等于什么呀 6 是不是大写的stu 是不是 来一个 10 然后 哎 来一个20 然后来一个什么呀 李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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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啊 好 然后第三种情况是什么时候调拷购构造核数啊 是不是 在什么呀 定义一个什么呀 一个无名 对象的时候 是不是 是不是也会也会也会这样呀 举个例子 stu 然后无名嘛 无名是不是就没有名字呀 怎么着呢 是是是是是是是 直接括号是不是直接传东西 哎 在哪呢 是 在在在在在在这 是不是啊 104 爆补 104 是不是 爆补 然后注意无名对象的话 是不是一般都是用来给另外一个对象复制的呀 好 什么时候调用构造核数 咱们知道了是吧 注意是自动调用 是不是啊 哎 是一下三种情况 是不是 系统自动调用啊 哎哎哎 一下什么呀 一下三种情况 自动 系统自动调用 是吧 出现的时候 系统什么呀 自动调用 是不是啊 同学们 好 然后这一个搞定了之后 那构造核数需要的注意点 构造核数需要的注意点 是不是同学们 第一构造核数 构造核数的名字 构造核数的什么呀 名字 必须必须和什么呀 类名相同啊 因为他是自动调用的 你和类名不相同了 是不是他 系统就不认识他了呀 是不是同学们 哎 第二 然后呢 构造核数呢 构造核数 是不是啊 哎 构造核数呢 就是说 嗯 可以带参 可以带什么呀 带参 带任意类型的参数呀 类型的参数 是不是同学们啊 也可以什么呀 也可以没有参数 是不是同学们啊 第三构造核数没有返回值 返回值 是不是连外的都不行啊 是不是同学们啊 连外的都不行 那注意 构造核数 他用来干嘛的呀 就是给对象出出话的 明白了没有啊 明白 这是不是给大家这个总结了一下这个构造核数呀 注意第四点 注意第四点是什么呀 构造核数是可以什么呀 重载的 是不是可以写多个什么呀 这个构造核构造核数嘛 参数不一样嘛 是不是啊 哎 以什么呀 适应不同的什么呀 初始化 初始化场合 是不是啊 哎 哎 哎 但是 注意 哎 注意 如果 这个构造核数 构造核数 有 缺省 缺省参数的话 参数的话 又有什么呀 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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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载的话 重载的话 是不是 要 要特别注意 要 特别 注意什么呀 调用的时候 事后产生二异性 然后导致什么呀 导致出错 是不是啊 好 你 好 好 闯